其實這幾年越來越多 因為繼承跟正宇取得的案子 然後他們很多人都沒有 就是預留稅源的概念 所以小孩子的負擔都非常的重 我之前有一個民眾打電話給我 他那個是被騙兩道 就是他爸爸給他了一間 就市價兩千四百萬的房子 然後那個房屋加上土地的限制 大概是四百萬左右 所以他那天他打電話 給我諮詢的時候 他就說徐小姐 你知道我今年要繳九百萬的所得稅嗎 那我說九百萬所得稅怎麼來的 他說因為他的那個兩千四百萬的那個房子 然後他覺得他沒去住 所以他就賣給建商 那賣給建商的時候 那他的那個限制是四百萬 所以兩千四百萬減掉四百萬 所以他獲利上面 帳面上面是獲利兩千萬 那我說不對 因為你如果說是用救治的時候 他應該是乘以一個房地比 就是你假如算房屋的那個獲利 他說那個建商騙我 那個建商他買跟我買的時候 他不是用房屋加上土地跟我買 他是用兩千四百萬的權利價值跟我買 所以他用權利價值跟你買的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去打折 然後他那一年 我永遠記得那一年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四十五趴 所以他撐上去他就是九百萬 打電話給我的時候是三月 然後這事情已經在去年十二月之前就解決了 就處理掉 所以他變成是他後續要再去找這些我們說是稅源的部分上面會有一些比較大的問題 如果後來我跟我的我們的分店的業務講 我就說你們如果今天在做產調的時候 藤本調出來 他是繼承或者是正於取得 你要先問他有沒有預留稅源 因為如果他沒有預留稅源的時候 他可能賣了一間房子覺得賺錢了 但是後來反而繳稅繳土鞋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可能可以提醒觀眾朋友